據美聯社報導 疫情嚴重的大連莊河大學城 許多學生感染病毒 當局週日下令將數百名學生轉移至酒店集中隔離 其他學生則留在宿舍隔離 而香港《南華早報》則在15日的報導中稱 遼寧省的一個城市至少有1萬名學生被隔離 目前莊河市已經封城 80萬居民居家隔離 有網民稱 當地40萬戶人家全部被貼封條 14天不准出門 截至14日午夜 大連在本輪疫情中的確診人數 已近300例 共有2個高風險地區和31個中風險地區